因為大家的形象就會覺得說 你可能是想要攀附豪門 或者是為了錢之類之類的 但我們明明自己的事業做得就很好 為什麼要讓大家有誤會 而且年紀差距這麼多 那這個大姐 她其實就很像我第二個媽媽 因為她就很無私的在教我 她氣到打電話 喝醉酒打電話給我老公 大半夜然後就罵我老公 妳說是不要誘拐少女 她不在那邊說 妳就是騙財騙色 對 妳年紀這麼大 那有一天就是回桃園的時候 東西忘記拿 然後我就互相推折了 她說ID是妳忘記 她說我忘記 可是這時候不是就是 有點搞笑說ID是誰要忘記 可是也沒差 就再回去拿就好了 她突然大怒 脾氣大怒 很生氣地說 就是妳忘記拿 如果不是妳後我去 因為被車中 她講得這麼誇張 這麼嚴重 而且我懷孕七個月 她跟我吵這個 對 然後有一天晚上就是 她先去應酬 然後打給我說 他們還有下一團 我說好啊 妳去 那時候我也不敢講 然後男生也不會說 去摸摸妳可能哭了什麼的 然後她就回來 我還記得兩三點 我一直跟她說 小三點 寶寶睡了 然後她就自己洗完睡了 但我覺得那一天 我真的已經好像 屋簷罩定 已經大概一百公斤重了吧 然後我就站在床旁邊 然後看著我的先生